明明是沈梅庄的葬礼 为啥幻璧刺个大牙笑 这是甄嬛最伤心的一天 在后宫中 唯一真心的好姐妹死了 在葬礼上 她戴上了梅姐姐的妻头 伤心落泪 而幻璧出来送玉瑶的时候 居然笑着八卦自己的果子里真帅 救命哎 这种梅情商的炸裂操作 估计也只有幻璧能做得出来了 玉瑶从小就在宫外 也没见证过甄嬛和沈梅庄的友情 所以才进攻的她 对这种场景没什么共情的地方 自然不会哭 也不用穿诉 But 幻璧是甄嬛的贴身丫鬟 跟在身边啥都知道 退一万步来讲 如果不是沈梅庄想办法出宫 给甄嬛报信 她也不会跟着张光出来 但凡有点同情心 她都不会笑出来 这点就连玉瑶都看不下去 找了个理由跑走了 幻璧之所以笑 是因为沈梅庄对她来说没意义 两人不曾交好 自然觉得没必要难过 还有就是这个姐 一直把自己当做二小姐 自视清高 虽然没智商没情商 但是幻璧的骚操作 是真的多 就拿安玲瑶得宠这件事来看 就能发现她的小心眼 安小鸟刚得宠 就赶紧拿着赎紧来送真还 刚进门 幻璧作为一个下人 就给人家脸色 还摔茶杯 就很迷 这时候安玲瑶还是 甄嬛的好姐妹呢 这不是替自己主子抹黑吗 而甄嬛呢 其实心里也是有点吃醋 和个应安玲瑶得宠的 就把衣服料子赏给了幻璧 可这是小鸟最珍贵的礼物了 转头就看到幻璧 大摇大摆穿着浮光锦 说自己坏话 别说自卑敏感的小鸟了 可能放到任何一个人身上 都很个应 可以说 甄嬛和安玲瑶 有情恶化 有幻璧一份功劳 对甄嬛的好姐妹这种态度 也没见得为甄嬛考虑 在后宫中 真情本就难得 做事小心谨慎 可她压根不明白这些道理 而锦西就不一样了 她从来都是站到甄嬛的角度考虑 并且能一起共情 所以后期真正的心腹 是锦西 而不是幻璧 看看甄嬛因为美姐姐的离去 伤心痛苦 一旁的锦西更是难过 她是一路见证的 而恋爱脑换壁这个时候 居然还在惦记着果子里帅不帅 差距就太明显了 可能也是真的情商低 在这种场合 作为大宫女 丝毫没有规矩 打的也是甄嬛的脸 刺死果子里的时候 四大爷为啥不派人监听 俩人谈话 四大爷给了俩人见 最后一面的机会 在童话台 俩人可是把所有的心里话 都说出来了 包括双生子的身份 可四大爷 居然没让血滴子偷听 难道真的只是君子的做法吗 虽然胖局设了这个局 但那时候 她只是持怀疑态度 其实自己心里也不确定 俩人是不是真的百分百有私情 只是能肯定老时期 基于甄嬛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她的处理方式 是以帝王思维进行 她的世界里这件事 只有两种结果 一是甄嬛不爱果君王 毒死她 一个人出来宣毒圣旨 二是甄嬛爱果子里 俩人一起出来 放箭射死二人 但她根本没想过第三种情况 甄嬛爱果子里 不让她喝毒酒 而果子里为了心爱的人 心甘情愿赴死 这就是最大的反转 这是胖局从没想过的情况 她不相信有人因为爱 牺牲自己的利益和生命 她对所有妃子的爱 始终透露着自私和功利 而老时期也是皇家的孩子 下意识的 就把她当成一类人 第二就是四大爷后期 是真的爱上甄嬛这个人 而不是在晚晚泪清 她不太想面对甄嬛 汇率自己这件事 所以很多时候 自己都在替甄嬛找不 一直自欺欺人 舍不得杀掉甄嬛 她不想听 不想知道 只要是一个结果 她就能接受 那就是果君王死掉 所以没有必要去派人监听 如果真有啥爆炸新闻 她能怎么办 压根就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 况且她既恨老时期多年 又不想再次背上 谋害亲兄弟的骂名 就直接用这场鸿门宴处死 前朝后宫要议论 也只能是甄嬛背锅 而且之前的确宴亲 在四大爷眼里 也确实证明了双生子的身份 而且那次很明显是被人陷害 出宫前 甄嬛和四大爷谈的恋爱也是很甜 回宫后也是装的天衣无缝 所以胖菊虽然怀疑 但是为了给甄嬛找补 也可以把事情推测为 有人故意陷害自己的宠妃 毕竟只要果子里露马脚 而甄嬛一直在隐藏自己 在外人眼里 顶多就是老时期爱慕自己嫂子 胖菊太自信 觉得甄嬛作为一人之下的宠妃 不会爱上自己弟弟 现在是她离不开甄嬛 杀一个不顺眼的弟弟 和保自己最重视和有用的嫔妃 顺便保住自己颜面 很显然是后面划算 借着爱妃的手除掉心头大患 还可以证明自己在她心里还重要 所以无论是从哪个观点出发 胖菊都觉得 没必要去搞监听这一出 甄嬛为啥非要去冷宫逼死华妃呢 这个时候的甄嬛其实是最清高自以为正直的 她的成长之路还没打开 进宫后得圣宠 很早就忘了甄夫人的叮嘱 要小心华妃 甄嬛来冷宫送华妃其实有三点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要报仇 她恨华妃让自己没了孩子 恨她害了美姐姐 所以就想看看曾经跋扈的华妃娘娘 如今落魄的模样 甄嬛来冷宫这部棋 其实背后操控者是端妃 端妃把自己不能生育 怪到了华妃头上 而甄嬛也把孩子没了算到华妃头上 但这真正的凶手四大爷 作为一个男人 却很好地隐退在这场战争中 而端妃吊着一口气 就是等待时机 那场生日宴上 她看到甄嬛的第一眼就知道 这个女人能帮她扳倒华妃 于是牧鼠粉事件 她能在最佳时机救场 让甄嬛欠她一个人情 而端妃三言两语 也能把华妃和甄嬛的矛盾激化 这句话 就是为了激起甄嬛的危机感 让她和年士兰做对抗 而那时候沉溺在恋爱前的甄嬛 恃宠而骄 没有见识过华妃的手段 在逗的时候 吃了一次大亏 小场后 又溜达到端妃宫里 经过一番谈话 甄嬛重拾信心 不再像从前一样天真 端妃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之后又销声匿迹 全城都是推进甄嬛逼死华妃 最主要的还有一点 就是扯到前朝 以及年耕摇 华妃倒台和这个也脱不开关系 甄嬛这次去主动找华妃 还了当初华妃送的衣服 然后当着她的面 说出了杀人诛心的真相 她想从精神上彻底打压华妃 甄嬛是先把自己当臣 再当妾 自以为来这一遭就是实施正义 就像一个忠臣 来面斥奸臣 她觉得年士兰不过是一副 年耕摇的宠妃 而自己不一样 所以皇帝才会这么爱 这也是甄嬛犯的致命错误 她来逼死华妃 不仅让四大爷对她改观 在后面真远到飘了 甄嬛觉得没有掣肘 也飘了 几句话就惹怒四大爷 她不仅干政 还点了四大爷 这已经犯了大忌 所以再后来的纯元故一事件 才会爆发 只是当时甄嬛太自信 觉得自己和华妃不一样 她始终没把自己当成一个要公斗的妃子 所以纯元故一最大的爆发点 也是甄嬛在最得宠的时候 参政一环扣一环